又输了!女排欧关豪门命悬一线,朱婷前队友3失误6倍蓝状态不佳。 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,欧洲女排冠军联赛迎来小组赛第五轮的交锋,在其中的一场交点对决中,一甲两大豪门经过五局较量,科内利亚诺2比3不敌斯坎迪奇,这样斯坎迪奇4胜一副击12分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8强,科内利亚诺输掉这场比赛之后, 出现形势岌岌可危,甚至可以说是剩下理论上的可能。 本场比赛出平前队友希尔37扣14中拿到15分,出现了三次失误,并有6次被拦回,科内利亚诺全队的自失达到了36次,这是他们输球的主要原因。 又输了!女排欧关豪门命悬一线,朱婷前队友3失误6被拦状态低迷。 科内利亚诺是一甲的传统禁,上赛季随着美国主攻守希尔的加盟,科内利亚诺的实力更是大增,并最终获得了一甲联赛的冠军。 本赛季随的女排欧关,科内利亚诺被分在了D组,与其同组的对手包括斯坎迪奇、神卫林以及波兰罗兹LKS。 从阵容配置来看,球星云级的科内利亚诺出现似乎没有任何问题。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,科内利亚诺在欧关赛场的表现并不好,前四轮虽然赢了三场,但是其中的两场都是3比2取胜,赢得十分艰难。 而且根据规则,3比2取胜的场次只能获得两个积分,因此,科内利亚诺前四轮战败只拿到了7分,排在D组的第二位,落后于斯坎迪奇。 本赛季的女排欧关赛制进行了大幅的调整,除了首次扩均为20只参赛球队,而且还取消了东道主直接晋级四强参加总决赛的设定。 根据分档抽签,20只球队分为5个小组,每个小组的投名以及成绩最好的三个小组第二季级8强,20进8,竞争非常惨烈。 在这样的赛制下,前四轮仅获得7个积分的科内利亚诺,出现陷入了被动局面,本轮对阵斯坎迪奇,对于科内利亚诺来讲,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比赛,只有拳取三分,才能在出现名额的争夺中重新掌握主动权, 而一旦输球,除了送对手提前晋级,而且自己的出现形式将变得更加不容乐观,甚至有被提前淘汰出局的可能。 最终双方经过5局苦战,科内利亚诺2-3输掉了比赛,这样斯坎迪奇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8强,科内利亚诺虽然拿到1分,但是在成绩最好的三个小组第二的争夺中,处于明显的下风,小组赛莫伦,科内利亚诺虽然拿到1分,但是在成绩最好的三个小组第二的争夺中,处于明显的下风,小组赛莫伦,科内利亚诺虽然拿到1分,但是在成绩最好的三个小组第二的争夺中,处于明显的下风,小组赛莫伦, 科内利亚诺只有3比0取胜,并且寄希望于波兰罗斯建设在与若屿明斯克的较量中丢局,这样科内利亚诺才能有一线生机,但是明斯克前四轮不但一场没赢,而且都是0-3被对手横扫,所以,科内利亚诺的出现希望微乎其微。 A组的一场焦点对决,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效力的瓦吉福银行3-0德国斯图加特队,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8强,朱婷打了一局半,18扣10周获得10分,成功率56%。